东烈宿 周关宿 巫族藏云 商议深 这谁的 宰相刘楼锅 刘雍 出自刘雍之首 这个是怎么得来的 是我老公在2005年 他去出差的时候 我们黄山 人心老街 花一万块钱买的 当时回来我把他骂了一遍 太不愧过日子了 真是刘雍的东西 花一万块钱 你都嫌贵啊 这么好的官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现在就知道真的是假的吗 因为回来以后 我就看了一下 然后上网查了一下 刘楼锅 刘雍 书法特点就是 用墨比较浓厚 你看这上面 基本都有 我觉得就是真的 我特别自信 这东西应该是真的 你看 哎呦 这女同胞 真的 说真的都是美女 这个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所以这个墨呢 是典型的乾隆之后的 我想应该是这个皇上 赐给他的玉墨 这张纸 也是这个很特别的 这个叫辣剑 而且呢 是苗花的 这种苗花的辣剑呢 也是这个高层的能用的 所以他那个最后呢 他写了这个 这个款以后呢 盖的这个杖子呢 是另外盖了一个 提在上头 他是辣剑 盖不上去 所以才这么弄 所以这个纸也好 这个墨也好 从他的书法风格来看的话 这件东西是真的 太棒了 2007年加特拍的 一件这个流用的东西 当然那个时候 价格还不是很高 两万五千块